所以我今天講了說 我不是在批曲美鳳 對 我覺得那種情緒是很矛盾的 我先舉一個例子好了 有時候我們去 比方說路邊攤吃東西又幹嘛 你會自我標榜說 我就是我 我也沒有什麼了不起 我可以吃路邊攤 可是通常人家就會跟你打招呼 文婉或什麼的 那你會覺得 那時候當下你會覺得 幹嘛認出來有沒有 這時候來了 然後A跟你打招呼說 文婉 文婉 然後這時候他馬上說 告訴B 你可以看 你知道他是誰嗎 你知道他是誰 他是誰嗎 當他表情說 不知道 當他不用講什麼 然後你就覺得是怎樣 當下很不舒服 這是一個 我就說公司這點就很難過分 我都不會不舒服 不是 我是說 當下他就跟你講 就是意思說我不知道他是誰 那種感覺其實不舒服 然後再來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說 我去買東西 前幾天的事情 我去買東西 結果買買買 他說 你不是那個誰誰誰嗎 講完了之後 他說 你最近沒什麼通告燈酒 我都沒看到你 你最近金氣壞 你又覺得那時候 你大概說那無所謂 你看不看得到那些事情 你可以不要回答他 可是你又覺得說 那口氣驗不下去 你還是回答他 你說說沒有 你應該沒有轉到 我有 我都一樣 你又講 我說我還是在工作 他說真的喔 你都在那邊找不到你再跟他說 我媽還在那邊想說 對 我錄了什麼節目 哪一台的 我還要跟他說什麼 他說 那我都沒辦法看 大家跟你講 那我都沒辦法看 我要看靈異節目有沒有 而且後來事後走 我就想說 我為什麼要花那麼多時間跟他解釋 那就是因為當下那種 你覺得被忽略 或者是被誤解 或是被人家覺得說 你真的你就沒人找你上節目 你的虛榮感被摧毀 沒有 我是說我們一直 老實講我已經是那種 真的沒有大頭 我自認為我真的沒有大頭病 可是當那個timing出現的時候 你還是會覺得有失落 當你有一定名氣之後 曾經滄海難為水 真的 不管是在 就是說就像我們這樣子的 一個媒體人也好 或者是在政界 我就讀了一個院長級 一個代算不算掉了 又落落寡 那時候我還常去找他 因為這次就跟你說實在話 他說 以前我出去後面二三十個 好 怎麼這麼一群人在那裡 二、三十個 一看二人大光來了 一看大光來了 結果現在出兩位 到最後他真的去人申請說 我要出的 結果被打回票 很沒面子 後來沒多久 連那兩個都拿掉 那更落幕 對啊 但是你想想看 當一個出去二三十個 前呼後勇 剩兩個的時候 他自己都會覺得 奇怪 以前 害羞害羞 以前 現在怎麼沒人 你會覺得那種失落感 這就是為什麼很多 有權力的人 其實為什麼到現在 他還是試圖在政壇上 發揮影響力 我也是記得在節目講過 好龍兵的爸爸 好伯伯 他不是那個時候 跟李登輝鬥輸了 單感劇烈 對啊 退下來了嗎 他平常去圓山飯店 因為他住天母那邊很近 陽明山下來 天上 所以他每次去圓山飯店 那一定都是給他包廂的 結果 結果好伯伯那天去沒有先講 甚至退下來 那天圓山飯店緊張的要死 你知道嗎 因為真的他沒有先講 那天包廂是滿的 然後又感到難過說 別說人退下來 我們都沒人傳包廂 這樣也失落 可是真的沒有辦法 只好坐大廳 後來等好伯伯吃完飯之後 他們想說完蛋了 這下要怎麼賠罪這樣子 就好伯伯跟他講說 以後我不要做包廂了 我要坐外面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他吃飯的過程裡面 一堆人 好伯伯 好伯伯 好院長 你這樣的時候 自然多好啊 就你知道嗎 有回應 對 你知道他 保鮮人說 以後不用包廂也沒關係 你知道其實就是回應 你剛剛說那個被注意到 對 而且來跟他打招呼的 都是肯定他的 但是如果他在高雄圓山 就不一樣了 他就說 有 我要包廂 海北圓山高雄圓山我差 還是要硬定 其實不同行業的 包括我們剛剛講的 演藝圈 政治界的 李安講過一句話 我不拍電影 我能幹什麼 大導演李安講的 也就是說很多人在長期裡面 在人生的過程中邊都在從事這個行業 那我們要考慮說他退下來的時候 退下來有好幾種方式 你不紅了你自然退 包括政治人物 包括演藝圈人物都一樣 你不紅 對不起沒人管你了你退 另外一個說我累了 譬如說每人累了一年他就去 十個月 十個月好 到國外去混了十個月了 像剛剛文婉說他要念書了 他很想說我能不能去念書 我放下來 這個東西你退的情況不一樣 退的理由不一樣 但是當你結束你現在那種感覺的時候 又想要做什麼的時候 對不起你還是只會這個東西 而且這個東西是對你最熟悉 也就剛剛宏儀講說 曾經讓你風光過的 曾經讓你賺到錢的 他會最快 那我問你醫生要退嗎 醫生要付出嗎 很多老醫生就是 死都不退 做完主任做完什麼 學科主任院長什麼 全部當完之後 他辦了好幾次退休會 他要再回來當顧問 然後顧問這家退休之後 再去別家當 就是退而不休這樣子 可是我覺得醫生這樣的工作 當然大家認為說 不管他年紀多大 我們會假設他累積越多的經驗 可是事實上 你如果用每一個行業來講的話 你有可能累積更多的經驗 你也可能帶來很多過去 改變的包袱對不對 所以我覺得那一些 還在上面的老師們 對我們年輕人 或我們的晚輩學生 他們也會看 您是一位80歲 但是你還讀最新的期刊 我們還趕不上你的 那個就是得到敬重 可是如果你老師 在講30年前的事情 然後診斷系統還在講 那個30年前的診斷觀念的時候 學生就會覺得說 你是老不休 你為什麼不嚇他 其實我覺得每一個行業都一樣吧 我聽剛剛大家在聊那個下台 下台最怕的 就是美人姐講的那一個 你很怕你自己下台 然後外面的人都說 你是被踢下台的 就是比方說 你離開一個很好的工作 你不想做了 然後人家就會說 你是被裁員的 你自己實的 你被說你是被敗了 如果是主動求去那是OK的 對 或者是說 像假設說 我們現在上談話節目 然後我們有一天 我晚上要念書 我也要念書 我們就離開一陣子之後對不對 人家會來講說 你是被某某人取代掉 然後你就知道說 我是自己 可是你那時候在做解釋 你就看起來很低下 你的人格就很低下 可是人家就會說 你是被取代掉的 可是我覺得光是 等一下 我覺得光是 你要不要決定 我現在放下我去念書 這就是很大的關卡 所以我一直在常想說 我真的最佩服就是美人節 真的好像 我現在也講說 我去念書 可是我光是要去念書 我就覺得說 那到時候會不會 寫在折 寫在折 就很難對了 對 我現在講的是很難 像剛剛講包廂 我那個時候是有一點時間壓力 因為小孩5歲 因為我們小孩是晚 都會晚讀一年 因為我們9月1號以後 才出生的 所以我想說 那幼稚園要多讀一年 等於說這一年的時間 我們就出去 否則上小學之後 就不太可能會這樣帶出去一年這樣 那還有也就是 因為有鄭大哥撐住新聞娃娃娃 所以我當時想說 再這樣回來也 撩下三季也還有飯堂吃 沒有 我撐的 真的不是 因為我們代班的主持人都很漂亮 那收視率都撐得很好 好壞 再聯絡 敬各位 敬各位 人不知而不慾 人不知而不慾 我覺得真的很難 急流流退